午餐时间大家都希望自己吃的东西都是非常健康非常卫生的 但是来看看在云林斗六这一间制造卡拉鸡腿肉的食品工厂 则是被离职员工爆料 工厂里头环境非常的凌乱 甚至到处都可以看到蟑螂四处乱窜 而卫生环境就连员工自己本身都觉得恶心 那么这间食品工厂主要是提供给军营 还有教养院以及早餐店等等的原料 那么现在听到这个消息 肉品厂是低调不愿回应 但是已经有很多民众担心 这些黑心食品早就被吃进肚子里 被爆料就是云林这家食品工厂才几平大的空间 不紧又乱又脏 还有蟑螂乱窜 蟑螂很多 老鼠也很多 他们还是换那个老鼠 走进工厂里面狭窄的走道 纸箱堆满两旁 员工要行走都有困难 就连消防安全动线也让人质疑 换到另一个角度看 纸箱上爬满蟑螂 一二三四四处乱窜 环境卫生让人傻眼 再看看包装区纸箱杂物 一样堆满作业区 负责包装员工脸上还没有口罩 双手也空溜溜 整个瓶馆似乎也有问题 但夸张的还不止这样 这间食品工厂是制作卡拉鸡腿饱肉 汉堡食品 主要供应给军营教养院 还有早餐店大盘商 却被离职员工踢爆工厂环境卫生 面对员工对环境脏乱指控食品工厂负责人低调不回应 食品工厂内部脏乱蟑螂四处乱窜 包装用纸也随意丢在地上 恐怕这些食品早就已经被不知情的民众全吃下肚 中天新闻将带警云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